大家給我輕手一點 那些錶箱千萬不要濕到水, 知道嗎 是… 這邊 三叔, 三叔, 去哪兒? 約了朋友喝茶 這批是價值二十萬的茶王嗎? 是呀, 我們點齊貨之後 明天就出發了 辛苦你了 來, 幹甚麼 怎麼樣… 甚麼事… 三叔, 我有件事想請教你 別客氣… 依你所見, 我們這批錶 可不可以順利看譜嗎? 簡直神仙過鐵橋萬無一實 但萬中也有一 意外的事很難預計 是的…人算不如天算, 是嗎? 三叔, 你猜我們這批錶 在路上遇到最大的障礙會是甚麼? 世侄, 別說三叔不提點你 若然你在路上見到日落的天色 煙紅如血的說話 即是代表你有一點點麻煩 若然晚上你見到一輪明月之外 又有一輪明月的說話 即是說你會多了一點點麻煩 又…如果有一晚你突然被雷聲驚醒 但閃電是來自西邊 而不是東邊的說話 即是代表你有很大的麻煩 三叔, 你說得很遠, 我可不可以清楚 其實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世侄 你只要小心觀察到處的環境 你自然明白三叔在說甚麼 來, 我趕時間, 我趕時間 來, 我趕時間, 我趕時間 知道, 拿些貢價出來, 立個大功 讓爹開心一下 爹, 請放心 爹二一定不會陪你所望 准許的情彩 志愚 沒有, 沒有, 是你的 你看看 鲁 health 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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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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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蜥蜥蜴 蜥蜴 你没事 没事 蜥蜥蜴 蜥蜥蜴 以我們的腳程 起碼要多走三個時辰 才有蜥蜴蜴 現在是有事 三個時辰之後已經是深夜 蜥蜴蜴 與其趕不及頭彈 不如在這裡紮營, 明天起程 不行 我們加快腳程 無論甚麼都要趕到蜥蜴蜴 走 加快腳程趕路 走 爹, 我要放鴿了 你有甚麼要跟娘說 你跟娘說 你說我們一路順風 叫她今晚睡個好覺 做個好夢 大鳳, 大鳳 你吃完東西就要乖乖上路了 你記住 把這封信平平安安送到娘手上 知道嗎 你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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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大嬸 李大嬸, 你幹甚麼 有消息 李大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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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兒和外子去押錶 她送信回來告訴我, 平安 李大叔今天有押錶嗎 那這檔錶在哪兒 她合肥三人四德那幾條村 聽說這幾條村 那些板南筋很缺乏 她倆母女兒押藥過去 李大嬸 三人和四德那裡的瘟疫很盛行 李大嬸 李大嬸居然敢押錶去那裡 不是, 惹到會死人的 李大嬸和你女兒明明是拼命的 一為神功, 二為弟子 那裡的村民等著藥救命 又可以救人 又可以找苦飯吃下 何樂如不為 是呀, 押錶的人與氣閒頭 你看李大叔父女就知道 好… 小掌櫃, 我去前面探過了 十里之內必定安全 還有, 前面有一間平安客棧 還有, 之前在路上見到的樓寨主 他說只要我們錶隊一到 馬上跟我們接風洗塵 他說應該盡地主之儀的說 辛苦了一整天 如果要打兩斤高糧 把三斤牛肉來吃 那就高興了 最好有位姑娘彈尺曲, 跳下舞 踢下骨頭 索猴槍, 說來說去 你也想喝花酒 我答應你, 當你不做標師的時候 我請你去花蟲裡 翻天覆地, 醉死夢向 我們做標師的 醉技就是花天酒地 是, 鎖喉槍 我看你這杯花酒還沒喝 人就已經醉了 小鳥鬼, 怎麼發光這麼望著月光 沒事, 繼續起車 走 走… 小鳥鬼, 到底發生甚麼事 我想我們這次有大麻煩 你看不看, 還是西邊才有閃電 東閃熱陶寒, 西閃雨重重 明天一定會落輕盤大雨 我想這次一定有麻煩 明天我們全部人在客棧留一天 之後再起程 好, 我去通知大家 小鳥鬼, 你看你是長命雨 有時間要落 慘了, 我還想在明天之前趕回家 跟老婆做生泥 你也不用想了 我剛才從那邊過來的 那條路倒了山泥 連橋也斷了 大叔, 你說倒了山泥斷橋 是不是真的? 當然是真的 姑娘, 我看著那些山泥倒下來 幸好我走得快 走遲半步連命也沒有了 爹, 那現在怎麼辦? 爹, 那現在怎麼辦? 路就不止一條 不過要繞路而行 繞路? 那不就有多廢時日 我們答應過娘的隔壁放完 就要起程回去 如果遲了回去, 娘一定會很擔心 這樣也沒辦法 天有不知之風雲 誰都不想去 好, 北美的朋友仔 快點follow北美TVB USA 官方頻道啦 TVB精彩節目片段 每日更新 隨時隨地 追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 都不知不知 都不知